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座现代化的农业工厂里 育央全程操作实现了自动化 各条生产线有序运作 据介绍该育央工厂综合了国内多家单位和最新设备与成果 集成创新育央技术 具有种子包衣 选种进种 多级消毒 智能高速流水线播种 自动叠盘 机器人堆码 密室催崖 循环运动式 立体育央育苗 页面施肥 智能补光 及智能控制温湿光气等预央环境功能 单批次可实现预央大铁面积3025亩 一年可遇水稻央苗1.2万亩 本期影片小编就带着大家一起看看中国农民是如何依托智能化预央工厂 让预央不再靠天吃饭 大大提高预央效率和央苗质量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经浙过后气温回暖 水稻预央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在渔江区全域 倒倒油 全产业链示范项目智能预央中心 工作人员正抓紧进行早到预央工作 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智能化预央工厂让传统的春耕和春管方式悄然发生变化 预央不再靠天吃饭 大大提高了预央效率和央苗质量 走进预央中心 两条预央自动化流水线火力全开 覆盖底土 浇水 播种 覆盖面土 自动叠盘 工人们只需将经过提前浸泡的种子和培养土投入自动化设备内 随着一道道自动化工序的完成 预央盘瞬间被填满 制作好的预央盘就经代式输送机送至暗化室内 耐心等待48小时之后 又嫩的央苗破土而出 这是一年春耕的希望所在 中清博纳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任济鸿表示 我们现在有两条预央生产线 每条生产线每小时可预央800盘左右 每小时可共30亩左右的农田食用 经过我们流水线预完央盘之后进入催化室 催化48小时后再由催化室进入炼央棚 经过20天的生长就可以直接进入农田进行插央 比传统作业整整节省了10天左右的农食 智能预央工厂的建设投产 是渝江区全域稻稻油全产业链示范项目走出的第一步 也是关键的一步 由中清博纳投资建设 是集机械化 自动化 智能化 数字化于一体的智慧农业设施 可满足单济一万亩稻田的用央需求 通过集中智能化预央既节约了预央成本 又大幅度提高了央苗的成活率 缩短出芽时间 极大程度的保证了春波生产不务农食 有效解决了三季收作物时间 岔口紧 劳动力短缺 机械化耕作等问题 为渝江实现三季收作物奠定基础 助力渝江倒倒油跑出加速度 渝江倒倒油项目是中清博纳为了响应国家农业农村部 还有江西省关于粮食安全和油料供给来打造的两季水稻 再加一季冬季农咸田的油料种植的一个项目 为国内端稳饭碗 油料自给自足 提供可持续 适合于长江中下游的这么一个模式 在智能化预央工厂周围 38个400立方米的预央大棚已建设完成 配备了智能水肥一体化喷罐设施 里面还将配备环境气象指数实时监测设备 电子显示屏等智能化监控配套设施 实现实时监测并控制棚内温湿度 土壤温湿度 光照度等 精准控制央苗成长环境 以此满足万亩大田积用央需求 渝江区全域倒倒油三级收作物 全产业链示范项目农业科技赋能 不但能实现农业增产 农民持续增收 而且还巩固了粮食生产面积 保障了粮食安全 还将以此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牵头实现渝江乡村全面振兴 中青伯纳总经理黄志浩最后表示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一产实现科技化 数字化 标准化 来实现五统一模式 实现了生产成本下降10% 产量提升10% 让农民收益增加10% 未来我们全域推进倒倒油以后 将会形成30余万亩的油菜花井 充分发挥中青伯纳在文旅方面的资源优势 打造一场农旅的盛宴 而在水稻大省湖南的田间地头 通过提供保姆式服务 建设智能化玉洋工厂 把零碎的耕地整合成连片大田等方式 人们用勤劳和智慧拨下新的丰收与希望 湖南省易阳市廖河村村民 李志强流转了300亩耕地种植水稻 面积虽然不小 但今年他可以放心当个甩手掌柜了 和李志强签订合同的是 易阳明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姚清明 为他提供了时代服务 即带育秧 带翻更 带插秧 带管理 带防治等全链条社会化服务 时代服务里既可以购买套餐 也可以点菜 姚清明介绍到2月中旬 与公司签订合同的农户已有700多户 服务面积超过30万亩 因为是专业团队提供的规模化专业化服务 这样的种田模式 不仅比农户自己种植每亩节省100元成本 还能母均增产50斤左右的稻股 姚清明介绍 从2019年开始时代服务以来 已经有40多个各类农业合作社 跟他开展了合作 常德市立新村村民 刘开真则通过开设农机院 为农民提供保姆师服务 刘开真表示 只要他们一个电话 不管什么时间 我们保证数小时内赶到 从公安春节到现在 农机院已帮周边农户 维修了40多台农机 刘开真的后河农机维修站 共有8名专业的师傅充当农机医生 服务半径80公里 涵盖9个乡镇和10多万亩农田 维修站的配件车间里 数千个各类配件 经过清点归类后 摆放的整整齐齐 它们既能满足爷爷辈的老式农机的需要 也能满足刚上市的新款农机的需要 在益阳市苏家湖村 一座占地3000平方米的钢结构建筑 格外显严 如果不走入其中 很难想象这是专门为春耕提供 秧苗的智能化育秧工厂 湖南江南生态农业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责任人许永强表示 这里的智能化育秧工厂 共有10条苗床 一次育出的秧苗 可供1500亩大田使用 不仅光照 湿度温度等关键指标 可以智能化控制 而且秧苗的长短也可以定制 以此来匹配不同农机的使用需求 爱琢磨农机的他 还专门发明了 御秧轨道车 来解决搬运秧盘费时费力的问题 有了这个机器 过去一周的工作量 现在只要两天就能完成 近日 益阳市中唐村正在加紧 小田变大田施工 经过挖掘机连续几天的作业 之前零散的天快 连成了规整的一大片 2021年10月 赫山区试行农村土地数字化改革 农户承包经营权 进行数字化登记后 入股到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通过赫山区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流转土地 今年中唐村有3249亩农田 通过这种方式 流转给了来自江苏的一位重粮大户 中唐村村之书秋红介绍 这些土地过去分散在700多户农民手里 无法形成规模效应 比如施肥打药 因为田块面积小 使用无人机就很容易将化肥农药 勿洒到别人田里 由于各家田间管理不同 也无法种植统一的水稻品种 秋红自豪地说 除了规整连片之外 我们还按大户要求 重新规划了沟渠 积耕道 尽管对于大户来说 每亩地的流转成本增加了100元 但便于机械作业 无人机作业的条件好了 用工成本大大减少 每亩每季总成本至少可降低150元 把土地流转出去的村民 也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秋红介绍 村民除了获得自家土地的流转收入外 这次土地拍卖的溢价部分 还会以三种形式返还给村里 10%给村集体 20%给农户 以土地经营权入股的 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70%则平分给持股村民 最近小编分享了不少 国内关于农耕的一些高科技设备 和智能农场 很多人都觉得这样会导致农民失业 其实结果恰恰相反 试想中华民族4亿人口的时候 都是靠人畜耕种 总有人饿着肚子 现在咱们14亿人了 反而吃饱穿暖 并且吃得好了 这不就是因为科学的进步吗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最后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